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其實人家說冬是好 人生就是採血 冬如果不好人生就黑白 可能有這個感覺 有 我基本最後出的鳳鳴就是黑白 黑白照片 真的 真的 苦臨也不容易 因為我覺得他談笑風生 這樣子快意面對他的人生 不過陳醫師 剛剛有說了 還有什麼補充嗎 有 就是剛剛提到肝臟 我們常發現囊腫然後腫瘤 那其實還有一個會被忽略就是農氧 那同樣就是在肝臟裡面長了一包 那他其實他裡面就是化膿 那這些膿可能就是因為有些人是 比如說吃了比較比較 比如說生魚片啊 或是說沒有煮熟的東西 然後一些寄生蟲跑到肝臟裡面 再跟寄生然後發炎 造成所謂的農氧 那農氧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這些細菌隨著血液循環跑到全身之後 會變成敗血症 那就會有所謂急性的問題 休克這些 那農氧通常不會太大 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常常說我們像長釘子 你沒有到熟 裡面沒有都冷 還是說在發炎的時候 你給他切開他濃水出不來 效果不好 所以現在就是說 我們會一直用超音波 或者用電腦單層追蹤 那先用抗生素去控制他 然後再一樣就是用引流 你有沒有吃生魚片 阿嬤是吃 我們阿嬤有說 你有沒有怕那個什麼 不過現在比較少 因為就以前我們開刀的時候 真的看到那個拿出 那個就要切開的時候 看到那個蟲在那邊動 中花乾淨什麼 好像說淡水魚比較容易有是不是 對 切開來刀裡面有糖 你要種來種去 真的是這樣 就把那個農氧切開的時候 看到這裡面就是有一些 還會動的東西 是 那個是生魚片 不一定是生魚片 像比如說以前 大家常常吃抹黑 抹黑也很容易 其實反而生魚片 因為切了 就比較不一定是會有 因為切成一小片一小片 抹黑整個下去煮 煮不熟的時候 其實反而比較容易 以前我們吃蟲蟲蟲蟲蟲蟲 那都要煮 煮得熟 對 這樣做就沒事 是 那日本人這種農氧多不多 其實反而也是有 只是說這大概沒有比率說 特別說比我們台灣高到哪裡去 當然比歐美可能來講都是偏高 是 我覺得有一個人很值得講 這個要請教惠文 說台大內科醫師廖永祥廖醫師 他是非常知名的肝腫瘤醫師 他是台大內科醫師 然後這個事情其實是 算是還蠻早期發生的事 但是一直到他的家人 就是在近期把他整個過程 抗癌的過程出了一本書 就是目的也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不要再有遺憾 因為這個廖醫師呢 他本身我們剛剛講 他是內科醫師 他平常就在幫病人做一些超音波檢查 那他也知道自己有B肝 但是類似的情況就是 他也沒有定期追蹤 所以有一天 他自己沒有 沒有 所以他怎麼發現的呢 是有一陣子 他就覺得自己好像有點累 然後可能就是很容易打瞌睡 然後他就想說 他老婆也提醒他說 你要不要做個檢查這樣 那剛好那天他也在幫病人做超音波 結束之後拿起來自己一照 不得了十公分肝腫瘤 沒有 都沒有感覺沒有 就是之前都沒有發現這樣子 那等於是已經末期了嗎 狀況不好 所以他也是馬上就是有做外科手術去處理這樣 可是他運氣真的比較不好 因為真的發現比較晚期了 那當年來講 老師說能夠使用的武器 治療的武器比較少 所以他在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雖然也有好轉過 可是後來還是就是整個長達七年的時間 都在做抗癌這件事情 可是最後還是走了 幾歲 我記得他是四十五歲而已 四十五歲 非常非常年輕 就是一個青年才菌這樣子 所以很可惜 就是說他平常在照顧這麼多的病人 然後可能自己真的也沒警覺到 然後也疏忽了要去做定期檢查 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其實我們政府 在最近有一個新的政策 我覺得也可以分享給觀眾朋友 就是現在我們有開放那個B肝 C肝的篩檢 之前都是成人健檢嘛 那B C肝的篩檢 現在可以給四十五歲以上的人 一直到七十幾歲 這有一個range 就是放寬讓大家都可以 一輩子可以去做一次篩檢 是免費就是由健保給付的 可是當然如果說你這個超過一次 或是你覺得有需要 其實你自己平常就是應該要自非去做篩檢 至少你要知道自己身體的狀況 真的 那個陳醫師 一做這個肝 做肝的權威 然後自己也沒有定期健康檢查 發現已經是 怎麼會這樣 可能這個醫師是一個職業 人的個性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當然像我們每天看到那麼多病人 當然也是多多少少會害怕 那有的就會比較積極去處理 所以我在節目上講過很多次 我每年都會捅一下屁股 做一下大腸 因為我是大腸 我自己都會去檢查一下 看一下胃 那當然就順便做做超炎波 其實會 那當然有的醫師是覺得說 我沒可能 所以就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 可是真的看多了 你會覺得說還是會害怕 有 我相信是有啦 有的人個性 其實我就是完全 我就是那種逃避心態 是 我就覺得說 我不知道就好了 知道了就幹幹空 很多很多病人都這樣講 知道就來不及了 我來給你檢查檢查一下 都中轉代事 因為我家小狗 就有一次生病去看醫生 結果醫生說他心臟肥大 所以你讓他運動 千萬不要超過五分鐘 可是因為這小狗 他不知道他自己有病 所以他還是我帶出去公園 到處跑 我精神好感 我告訴我 告訴你不知道 你如果是人 你知道你自己這樣 你走你走就不想要走 所以所以我所以我那時候 我其實我真的是一個醫生一定最討厭 我這種病人 我那時候還跟那個醫生講 因為還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惡性的時候 我跟他說 我跟你說 我是不會做化療的 怎麼化療放療我都不會做 為什麼我不做 因為我有兩個朋友 一個朋友他解釋癌症之後 他他就不要做化療 他覺得說我不要因為這樣 讓我身體很難過 然後破壞我的生活品質 也不見得能夠保命 所以他拒絕做 那朋友都勸他做 勸不聽就來找我勸他 因為我跟他比較熟 結果我說我支持你 如果你這樣想 那你就你就不要做 那你自己保養好 但是我說你要給我好好活著 因為我是賭你活 所以你要是沒活 到時候大家都怪我這樣 我記得你以前來上過節目 就是你覺得堅決不做 身體健康檢查的人 對不對 也不是說堅決不做 就沒有去做而已 對 那未來會去做嗎 先讓我這個講完 然後我另外一個朋友是去年 他直腸癌末期 然後醫生說你大概只能活一年 如果你不治療 然後你就做化療 結果他做化療 做得非常的痛苦 然後一年後還是死了 也就是說 他其實根本沒有多活一天 所以他的親友就很難過說 早知道不要做 那安寧照護 也許讓他不要那麼痛苦 然後他他的生命還是一樣的 所以可能我們這種逃避派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 所以醫生就很生氣 就說你這個處理完 你這個腹腔鏡做完拿掉了 你當然要繼續這個 如果說是那個 如果說是惡性的話 你當然要做化療 你怎麼可以不做 醫生很興奮 所以我明明沒事的 醫生也跟我說 我跟你講 你這不表示你永遠不會再得癌症 我跟你說 你要再給我定期追蹤 所以我這種心態 請醫生多多原諒